马来西亚新红海组合是这周瑞士公开赛最恐怖的黑马男双 你相信吗 大马男弹自由人 李子佳昨晚在瑞士游球超级三百赛四圈 以直落两局不敌印度老将Kidambi后 无缘八强 这局排名第十的李子佳是本赛会排名最高的男弹球员 因此被立为首号种子 不过在比赛期间李子佳很像角兽伤势的 面对31岁前世界第一Kidambi 李子佳以16比21 15比21吞败 全场只耗时36分钟 不过大马上有两只男双和两只混双 闯进了瑞士超级三百赛的八强 从原本16强的五只男双和三只混双 最终剩下两只男双 冲文组合万伟冲和郑凯文 以及红骇组合中红剑和骇考 两只混双结尾组合陈唐杰和杜依卫 还有青绿组合吴顺法和许芬 继续挺进今日的八强 六号种子万伟冲和郑凯文 昨晚是在内战中 以21比10 21比11 轻举阿叶组合 阿里夫和Yab Royking 八强即将硬碰三号种子 Leo和Daniel 此前万伟冲和郑凯文 跟这只印尼男双曾经有过一次交手 目前世界排名第18的冲文组合 在去年大马大师赛半决赛已直落两局胜出 世界排名第30的中红剑和骇考 同样会在八强对脸印尼男双 Gutama和Isfahani 这是双方即上周在奥尔良决赛后 一周内连续两次碰头 红骇组合当时在奥尔良击战三局赢得冠军 如今放眼二连胜这个对手 同时追击各战赛事的十连胜 红骇组合周团是21比12、21比17 战胜泰国的Paran Yu和Warrapo 如果中红剑和骇卡闯进半决赛 对手将会是台湾的东京二位冠军 李扬和王启林 或者是英格兰的八号种子Ban和Sean 而如果冲文晶级四强 对手将会是印尼的Fickory和Marlana 或者是泰国的Jomko和Kedron 混双方面 三号种子陈塘结合度一位 周四晚上吃21比17、21比14 轻取印度的Satish和Adia 继泰国大师赛多亚军后 今年第二次晶级八强 一旦结尾组合在八强 击败了泰国的Supac和Supisara 半决赛对手会是中国的诚信和张识 或者是台湾的六号种子 叶红伟和李嘉兴 金绿组合无顺法和Shiwan 则在21比17、19比21、21比11 击败日本00后 Hiroki和Akari 继印度公演赛和德国公演赛后 第三次晶级复赛 两人将在八强 银棚丹麦的四号种子 Mathias和Alessandra 放眼今年首闯四强 双方之间的胜者 会在半截赛 遭遇日本五号种子 Midori Kawa和Saito 或者是荷兰的组合 Robin和Selina 看来亲爱的朋友 你们认为哪一个大马组合 有望在这周瑞士公演赛 拿下奖牌呢 但你眼中 马来西亚最强的黑马 又是谁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分享自己意见 如果您喜欢这影片 免费按赞订阅上 多论计划频道 这样就会做出一些 语团世界新闻 我是东东 我们下次见